Hello 大家好 我是Yellow Stephen 今次我们继续留在Darby看新屋 这个发展商我都没看过 名字叫Avent Home 现在我们沿路正在进入这个屋苑里面 大家可以看看外面的环境是怎样的 其实这个屋苑外面的环境也算挺整齐 街道也算是干净 始终它在一个绿色的区里面 即是比较好的区 所以整体的环境其实也不差 现在就准备下车 拍一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屋苑里面的环境是怎样的 这一条片是我两个星期之前拍下的 所以你看到天气也是挺好的 现在英国就开始下雪了 看完环境我们就准备看房子了 今次就和大家看一间细单位 就是两房的三间黏在一起的屋形 和以往一样大家看一看外形 接着我们就一起进入屋看看图籍 这一间屋的尺数就是656尺 卖的价钱没有记错就好像大约21万英镑 至于管理费就大约87英镑一年 这一间屋和我们之前看的两房的单位是有少少分别 它的分别就是在于中间一条楼梯隔开了一个厨房和一个客厅 我自己觉得这个设计也挺好的 但是不好的地方大家稍后就会发现 就是下面的洗手间和饭厅厨房黏在一起 唯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相信就是不要在下面的洗手间办大事 不过没办法 因为面积小 所以它要开洗手间出来 偷位就偷在楼梯底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就是属于一个洗手间的位置 刚才也说既然是偷位起洗手间出来 所以没有窗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在这里就会发现了一个小riend 所以我们你的洗手间 就会把它的变化 México 小时候是一点都可以 就把烟厨房黏在一起 银昏住 那边就有开的地方 就是 special薄草房黏在一起 我们下来的地方 我们下来一点 但是我们下来的地方 这间屋的楼底也不算高 我想大约7呎6吋左右 大家看到这个客厅是被楼梯分开了 在设计上来看应该挺好的 但实际用来可能会衍生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如果冬天的时候你没有了一只门去帮你挡住空气 你的室内气温其实就会很冷 因为风会不停吹进来 还有可能要开几个伙计器才够暖 所以电费上也会用多了 这个房子虽然尺寸不算大 但它偷位也算是挺足够的 你看到楼梯底这边 还能开到储物室 上到一楼 大家会发现它分开了左右两边 就跟下面的职是一样的 一边是厨房 另一边是客厅 所以单位的职是挺特别的 就是这个单位的客席 就是这个单位的客席 它右手边这个位置很小 它就不做一个衣柜 就这样放一条通在这里 然后加一块链在这里 加一块窗链 我想这些就当是一个衣柜 其实都挺好 我省了衣柜钱也省了几百磅 但是这个位置就应该可能要加几块尘板 就放东西会放多些 再加上这个放冰箱的地方 都可以加些尘板 也可以放东西 作为一个储物空间都足够 虽然房间就不是很大 如果大家觉得放东西的空间都不够 可以建议大家买一张油压的储物床 其实买一张油压储物床都挺好的 你可以用来收起一些贵重物在床下面 大家这么怕被人爆链 我想人家进来爆链 要搞都不会先搞床下面 你有一张床重宅住 我会做这个链子 是钓子 在这个相机 是钓子 是钓子 小金链 我加封链 就挺好 你们 都不 有了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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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